大家好 欢迎收看使用Angla GI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控制器的签套 控制器在Angla GIS中的作用 如何使用控制器 控制器的最佳使用方法和建议 大家都知道MVC里面 它都是Model View Control 其实在Angla GIS中 这一种模式MVC这种方法 它是一样的 控制器它的主要内的作用就是增强视图 我们一个控制器里面 一个视图 不是一个一视图的 就是说它 就是一个方法 在里面就是说 是一个逻辑 一个业务逻辑 它在这个控制器里面 它只有一种方法 我们显示它到哪个视图去 会告诉它 也就是它的功能 就是区分任何业务逻辑代码区分它 所以是分开 控制器在Angla GIS中的作用 就是增强视图 我们在前面的例子中 并没有使用普通的控制器 而是使用了一个隐私的控制器 Angla GIS中控制器是一个函数 是用来向视图作用域中添加额外的功能 我们用它来给作用域的对象 设置初始状态 并添加制定行为 也就是说在里面添加一些业务逻辑代码 初始化等等的其他的功能 好 现在我们来新建一个例子 来详细介绍控制器的嵌套方法 但是在一般项目中 控制器的嵌套尽量是避免 因为这个 虽然说有些东西是可以嵌套 但是你尽量避免使用 因为Angla GIS使用这种 还是使用一个Ctrl 然后区分它的业务 还是比较合适 不要混淆 好 我们来新建一个Ctrl 跟这个控制器 跟MACC Downlight里面的控制器是一个原理 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比如说一个增长改查 你都要写到这控制器里面来的话 非常就是一个模块一个功能 区分到一个对一个Ctrl 对应多个仕途 它是增强仕途的 好 我们还是老格局 然后先引用这个面子 等一下报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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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什么呢 好 我们还是一样新建一个APP ipp 加JavaScript ipp ipp 里面 还是一样写 undernav 这个地方 可能 不一样啊 我们先 甚至顺利一个model 我们先进行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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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我们要声明的 然后 我们尽量 这边是对应到 Ng-app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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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